小姑子怀孕的时候 婆婆就经常给她做这个海带汤 口感特别的鲜甜 我家夏天呢也经常这样做 我家煲汤用的是这种海带头 它是海带身上最肥厚的地方 冷水泡半个小时 吃起来脆糯脆糯的 焯好水的排骨 玉米 胡萝卜 莲藕 海带头 这几样搭配起来熬出来的汤 特别的鲜 煲汤只需要加姜片和开水 小火煲半个小时 最后加盐 胡椒粉 枸杞 葱花 简单还特别好喝 夏天可以常安排 听说这是夏天摆地摊最好卖的饮品 羊枝甘露自带今夏最火的多巴胺配色 冰冰凉凉的 一口下去太满足了 水开先下西米 煮到有一点小白点 关火焖20分钟 再准备芒果切成小粒 西柚去掉外皮 把芒果和椰奶搅打均匀 就可以组装了 芒果 西柚 西米一层层装起来 再用椰奶浸墨 最后加上多多的芒果泥 冰箱冷藏一下 拌拌匀就可以开喝了 一箱搭配果香 真的超好喝 这个水果拇指小黄瓜 太适合生吃了 我家一直在回购 全家人都特别喜欢 它皮薄无刺 一点也不色口 口感微甜 鲜嫩又脆爽 他们家都是现摘现打包发货的 非常的新鲜 五斤有二十多个 喜欢的朋友呀 也可以买回去尝一尝 夏天怎么能离得了宵夜 有手就会做的鸡蛋烤豆腐 减脂新人也可以放心吃 七只碗加嫩豆腐 鸡蛋 一个虾仁 生抽 现成的蒜蓉 葱花 空气炸锅180度8分钟 超级简单 还特别好吃 在家轻松实现宵夜自由 数福到 我家每天都会熬绿豆汤来喝 绿豆怎样熬 才能快速开花 颜色鲜绿又好喝呢 我家常用这个真空包装的有机绿豆 三盒还送收纳盒 洗净的绿豆加入80度的热水 盖盖子焖20分钟 冷冻以后加一把薏米 一点银耳 加适量的纯净水 两滴柠檬汁 可以让绿豆不变红 开大火滚20分钟 这样做的绿豆各个开花 吃起来口感沙沙的 搭配银耳和薏米 就是天然的消暑神器 到了姜豆角大量上市的季节 我家经常会做酸豆角来吃 按我这样做 不长白花不会烂 又酸又脆 选嫩豆角 不要掐头去尾 洗净以后晾干水分 再像这样团成小把 放到无油无水的瓶子中 加姜 辣椒 花椒 冰糖 炒菜量两倍的盐 每二斤菜再加一包泡菜发酵菌 它可以抑制杂菌 避免生花 腌的菜又快又脆 最后加入没过豆角的纯净水 放一凉处一周左右 豆角变色就可以吃了 酸脆爽口 直接吃炒着吃 就特别香